憑一個信字,吳先生在未簽合約的情況下,就答應承辦陸在元朗和陸在觀塘的玻璃建造工程 期間收過兩次合共33萬的訂金支票 但起貨後,對方遲遲未付過百萬元的尾數 多犯交涉仍然不成功,拖欠至今接近一年 而吳先生的玻璃店正正就是兩年多前 池雲山車房爆炸案中被波及的玻璃店 吳先生的媽媽在事件中死亡 兩年間經歷喪母和被走數,吳先生說很難過 吳先生質疑他未交出玻璃品質 為何負責監管工程的建築署,不看保證書就照單傳收? 我們聯絡過吳先生口中的異判商,領高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 對方說叫我們問公司 我們聯絡領高公司,接聽一方就說沒有這樣的事 建築署回應說,事件屬領高和補光玻璃鏡業的合約商業糾紛 處方沒有直接角色,已經要求總承辦商盡力協調雙方 尋求解決方案並適時匯報 至於品質保證書,處方就說已經聘用獨立顧問監控品質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